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火星 因為在這個禮拜發生了一個大事 就是NASA的火星探測器叫做毅力號 沒錯 掉到了火星上面 掉到了火星上面 成功著陸在火星上面 然後成功著陸在火星上面的一個坑洞叫做 耶澤羅撞擊坑 然後掉下去之後呢 我們剛剛聽到給大家聽的這個聲音就是 在火星上面的一陣風聲 那這個收集的過程其實很特別 因為這次 就是去火星除了有原本的任務之外 就是它其實在這個 毅力號上面也裝了六個鏡頭 那當時在著陸的過程當中 五個鏡頭是有被正常使用的 那它那個時候其實上面有安裝麥克風 但是在著陸的過程間好像那個麥克風有點故障 我覺得有可能是在著陸的過程 它先把麥克風關掉 對 以防萬一啦 因為反正你著陸的時候你收到什麼雜音 風聲那麼大什麼都聽不到 那所以後來就是有一陣風吹來 然後這個聲音被收到 就是來自火星的聲音 就是我們剛剛在那邊 五億公里遠的聲音啊 對 五億公里遠的聲音 那大家都很興奮聽到這個聲音就很High 不過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因為 它在著陸那天其實那條新聞是我做的 但是我那個時候一直對於這件事情不理解 就是為什麼有一個坑洞 就是它的那個著陸點 還要幫它取名字 喔這個其實是 有點像是 那為什麼不能叫鄧位坑 呵呵呵呵 如果你發現你第一個發現那個坑 你可以這樣取 對你可以這樣取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我們的地圖上的行政區化 就例如說你這塊區域就是 中山區啊 我這邊就是內湖區 玉山就是玉山 泰魯閣就是泰魯閣 它是依照火星上我們 拍到那些照片然後它的特徵 來給它一個名字 這樣科學家才有辦法分辨說 我這是 要上次看了哪邊 我這是要看 下一塊地方 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不用每次都用經緯度來標準 我剛剛就是常講我本來就是以為它一直都會用那個座標然後來去點說 喔好我們就設在這個位置 它有那個定義但是你每次都講那個很麻煩啊 喔也是齁 不如說我們就著陸在就是火星台北市 對對對 就類似這種概念 喔原來如此 所以這個地方呢它就是在這個 椰澤羅的撞擊坑能夠成功登陸 那會選擇這個地方的原因呢 其實有科學家認為是因為這個坑裡面可能會有 核 甚至會有 活泊 那因為 我那時候有看那個影片就是 它看起來好像是有砂塵跟石頭看起來很像是地 地球上面會有的東西 呃其實它上面 大部分有的東西地球上都有 只是比例不一樣 比例不一樣 對 那火星上比較多的我如果沒記錯的話是氧化鐵礦吧 喔 對那其實地球有啊有這些東西 所以它就因為它是氧化鐵礦所以火星看起來才會是紅色的 那像NASA很爽 他們可以直接幹一堆鐵礦 沒有氧化鐵不值錢 那個地球就 那個地球就好 那地球就好 他們有不需要重大 對對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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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合美合